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跟你这种出尔反尔的卑鄙小人动手 怕脏了我的手 比不比 我说了算 不然我走势吧 开枪 打死我 让他一枪打死你 你也不知道他打什么鬼算法 如果他一枪打死你 那我齿铁城是不是就永远没有 堂堂正正迎过你苏文谦一次 想走啊 可以 走啊 知道任务在哪儿吗 知道了去救谁吗 那你要怎样 才会告诉我 简单 继续跟我比 你要是赢了 我就告诉你任务地点在哪儿 要去救谁 虽然任务出现了一点问题 但是重新布置起来是很快的 这一点你知道 但是能不能来得及呢 就看你赢我赢得够不够快 没逼我是吧 好 那咱们俩不死不休 算了 给我两颗子弹 老微局 你一个我一个 谁也不担谁便宜 等会儿 没到时候 尽快练习配方 搞清楚后面的计划 是 是 人都走了 开始吧 别着急啊 没走远 万一到最后 你说我两个人对付你一个人 大都不公平 金老先生 久仰大名啊 只是一直无缘得见 没想到 今天在学校门口遇见了 真是荣幸 来 请喝水 校长客气 在这儿我只有一个身份 小雪的外公 对对 这以前啊 从来没听秦老师和小雪说起过 您和他们的关系 平日啊 也很少见您来接送孩子 所以不熟悉这个情况 平日里忙 来得很少 今天跟孩子约好去大世界玩 所以我来接他 以后 以后我会常来的 不好意思啊 今天有点事 所以我才把小雪留下 什么事 进来 来 校长 作文本我已经从老师那里回来了 好 下雪 来 帮我看看 好 请老先生啊 是这样 明天啊 教育局的领导啊 要到学校来视察 每个年级获奖同学的作文呀 都要让他们本人亲手看成本书 我怕耽误同学们上课 所以就去用放学的时间 真是不巧啊 会不会耽误你们爷爷俩去大世界啊 一篇作文没有多少字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没关系的 好 那我送你们 不用 你忙你的 我跟孩子一块下去 行吧 先生 您慢走啊 你看上去很高兴啊 作文得奖了 那当然了 什么作文得奖了 可以给外公看看吗 怎么了 给外公看看吗 看看 说千万 有 一个 有 就 要 带 有 有 有 maar 那 人已经拖住了 估计能留半个小时 如果再有意外 我就是教育厅长 也留不住人了 知道了 放行风已经把人留住了 时间大概是半小时左右 让乔 你继续守在那里 直到秦和宁出现为止 去东北的路好难不 可秦和宁回家的路 不是在西边吗 他们等会儿不回家 要去大世界 会往东走 你把车挪到东面借口靠北 让彩虹来要壮大 说的 我们现在开始了 来吧 怎么不写了 外公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爸爸 妈妈以前跟你吵架 还装装不认识你 你也不和我说你是我外公 是不是也是因为我爸爸 那你都没有见过我爸爸 为什么要讨厌他 来 过来 小雪 你见过你爸爸吗 没有 你看 你也没见过你爸爸 你怎么说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呢 因为 妈妈和老苏都一直这样说 老苏 就是那个一直送你上学的 嗯 就是他 老苏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 爸爸不能来见我 所以 就托老苏照顾我 外公 你知道吗 老苏 老苏 对我这么好 就像 就像什么 就像爸爸的眼子 不 就像爸爸每天都活生生的在我身边 外公 这不就证明了爸爸是爱我的吗 这些年我也看到了这个老苏在你身边 把你照顾得真好 昨天你卡在汽车里 他不要命的去救你 当爸爸的也不过如此了 要是 你爸爸像老苏一样对你好 哪怕一半 那就算我说错了 他就是个好爸爸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卖狗 我爸爸一定是 幸福爸爸那样的好爸爸 那就好 继续吧 好 新来的西点师 好 你们说的一定是 蒂尔德尔先生 蒂尔德尔 没错 就是他 蒂尔德尔先生家里出了点急事 他已经请假回香港了 去香港了 什么时候走的 对不起 请问您二位是 市公安局一号状案组 您说的蒂尔德尔先生 是一起重大恶性案件的涉案人 所以我需要您告诉我 他在店里的一切情况 好的 刚接到报案 车站驻军 丢失力量万国牌美式军卡 说不调查是被人盗走的 上面有车牌号 什么时候的事啊 大约三个小时前 接 贺飞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您让我回来的吗 谁让你回来的呀 秦子叔母女谁在保护 不是您让欧阳副组长通知我们放假 让他把秦子叔带回来问话的吗 他什么时候把秦子叔带走的 大约一点四十分 张兰呢 出去了 是去印刷厂了吗 他走之前说是欧阳副组长 派他去执行警惕任务 打电话给印刷厂 核实蒋兰有没有带着通缉令去 请进 快 他就坐在这里 对 他走以后有别人进来过吗 没有 好 房间的物品和布置 都没有人动过 铁儿道先生 爱清静 从不让人上来打扰 而且他走的时候 门又是锁上的 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他走之前的原样 好 谢谢您 您可以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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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ali 别贲药 好 好 嗨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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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